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金比率源于意大利著名数学家Leonardo Fibonacci所发现的神奇数字 这算神奇数字的系列是 1、1、2、3、5、8、13、21、34、55、89、144 任何双列的两个数字加起来都等于后一个数字 即是1加1等于2 1加2等于3 2加3等于5 3加5等于8 等等 如此类推 但重点不是在于这些数字 而是数字衍生出来的黄金比率 最常见的黄金比率包括0.382倍比率 0.5倍比率 0.618倍比率 1倍比率 和1.618倍比率等等 0.382是任何一个神奇数字 除以之后的第二个神奇数字 所得出的结果将会极接近0.382 0.618是任何一个神奇数字 除以之后的第一个神奇数字 所得出来的结果将会极之接近0.618 1.618是任何一个神奇数字 除以之前一个神奇数字的比率 得出来的结果都会和1.618相近 而黄金数字之间亦互有关系 例如两个重要黄金数字 0.618和0.382 两者加起来等于1 0.5虽然不是黄金比率 但由于实际上经常遇到 所以亦都拼入黄金比率中 一般来说 在调整市中 黄金比率0.382倍 0.5倍和0.618倍 被视为调整时的三级支持 支持是随着向下调整的深度而逐级抵增 即是市况由高位回吐至0.382倍水平 已经有初步的支持 如果那个位置失守 市况将会进一步下视0.5倍水平 这个时候支持力将会明显 比0.382倍的支持力为大 失守0.5倍 就要去到0.618倍的水平才会有支持 而那个位置的支持力 将会比之前两级支持更加大 市况如果站稳水平以上 后市的基调仍然是向好的 至于反弹市方面 和调整市刚刚相反 0.382倍、0.5倍和0.618倍的比率 都会被视为反弹时的三级阻力 阻力随着向上反弹的幅度而逐级抵增 即是股价由低位反弹上0.382倍附近 就已经有初步的阻力 通常在突破0.382倍阻力之后 可望上市0.5倍水平 但那个水平的阻力也会逐渐加大 如果再向上突破 股价将会进一步上市0.618倍的强大阻力 后市如果无法向上突破 走势仍然会反复向下 在波浪理论中 每一个波浪之间的比例都符合黄金比率 第一,第三浪波动的幅度是第一浪起点至第一浪最高点间隔度的某个黄金比率数字 包括1.618、2和2.382等等 第二,第二浪的调整幅度大约是第一浪涨幅的0.382、0.5和0.618倍的幅度 第三,在调整浪中 C浪和A浪之间的比例都与黄金比率互相吻合 通常C浪的长度是A浪的1.618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